吃饭时间 其实很多人很怕吃苦瓜 不过苦瓜如果换一个形态 也许就不太一样了 有花莲农改厂改良的苦瓜花莲7号 在宜兰现在也种植成功了 由于这款苦瓜 瓜型很小 又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还有叶酸 相当具有保健价值 再加上它的苦味是比较淡一点的 所以可以直接鲜食 无论是加工做成了苦瓜果汁 或是做成咸口味的苦瓜冰 都大受欢迎 一口咬下 口感清脆鲜甜还很多汁 这就是花莲7号苦瓜的特性 别看它外形小巧 但产量却非常大 产量高到我们这个棚架会坍塌 所以才去利那么多的资助 这是花莲区农业改良厂 江山苦瓜改良杂交后的新品种花莲7号 现在也在宜兰成功种植 不仅可以直接食用 加上苹果 养乐多 达成果汁 也是不少人的新欢 到喉咙这边会回甘 还有这一款苦瓜咸冰粽口味也非常特别 口感口感这样子 而且它是咸的所以很特别 无可来做加工的相关的一个做法制成 然后加它好处 以及如果做成一个商品化 然后都能够跟所有的农民来做分享 花莲7号苦瓜的出现 不但让人见识到台湾农产不断进化 农业科技的进步 也帮助台湾农民找到不一样的出路 华市新闻张正会庄宇杰 宜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